董哥先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土洪華 我在這次非常開心 謝謝我原來系主任徐北斗先生 特別邀請我們來參與這個 跟這個這麼優秀的團隊合作 謝謝導演 跟導演在一起合作非常開心 謝謝大家 謝謝董哥 來 新聞大哥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現場的嘉賓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李星雯 很高興能夠參加這部戲的演出啊 待會有很多趣聞 我們慢慢再聊 慢慢再聊 本體翔大哥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班連翔 很榮幸能夠參與這部戲 也很高興在拍攝這部戲之間 到殺青的時間 正好我新婚 然後跟我老婆辦一個酒席 但那天那個導演他們都沒有時間過來 因為都在拍戲 所以呢 但是他們錄了一段視頻給我 很感激他們 謝謝 哦 所以真的是喜上加喜 在這個服飾的遊戲二的期間 我們也要這個恭喜鐵翔大哥 剛行為 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那麼看到這三位呢 我知道大家都忍不住肅然其境 力正正好 很多人呢都是看著他們的戲長大的 所以呢 這一次有三位加入服飾的遊戲二 我覺得真的是導演跟所有劇組的榮幸啊 趕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這一次在服飾的遊戲二裡面 擔演什麼角色 柏哥 我這次飾演的是一個整個形式組 整個主張 然後專門偵探一些形式的安排 那因為這個姓呢 本身它是一個推理劇 嗯 所以在這個裡面的話 我們有很多這個 推理方面的劇情 哦 那欣文大哥呢 我覺得導演在選角的時候 巨星破測 為什麼 因為 大家都知道這個 龍華在年間的時候 都當我的長官了 對 這一次我是他的長官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這一次換你 大家以為 嗯 可能這個 這個煙消會又很重 重複感會很重 沒有錯 其實他一直都是長官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個性呢 就比較像班長 我都是演出的人 我班長比較像長 所以在戲裡面其實有很多對手戲吧 對 那鐵翔大哥呢 呃 我在這部戲裡面是 一條主軸 就是 藍力科技公司的CEO 哦 Martin 這個公司呢 大概就是 製造一部 人工 智慧超級電腦 然後裡面的劇情呢 現在目前暫時不能動 那就麻煩各位 可以準時收看 謝謝 準時收看 真的 剛剛三位一直在後面講說 到底可以講到什麼程度 我好像全部講出來 我也是 又不行講 我也是覺得 因為剛剛在講不能劇透的時候 我想 我在演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演什麼 哈哈哈哈 所以覺得很投入 但是我覺得我到 演到最後我還不知道 哦 哦 原來是需要看到最後才知道 哦 然後眼間邊去 實在是很厲害 鎖哥也是嗎 你在冰演的時候 你其實也不知道最後 會是這樣嗎 對對對 他的部分尤其不能講 他的部分不能講 對 他在裡面一直被你罵 是不是 不是 我罵的時候被我誤會 不能再講 不能再講 所以這樣看下去 但是你們兩位其實在這個 浮世德遊戲2裡面 有非常多的對手戲 然後這一次你剛剛有提到 你飾演他的長官嘛 對 那對於你的這個 這次子弟兵在裡面的 這個表現 表現好不好 你滿意嗎 如火存青啊 你會知道 他也是 如火存青啊 我跟投手 一直都是很好的 這個工作的夥伴 那這次我接到這個訊息 知道導演要我演 他的長官的時候 其實我掙扎了蠻久 不是有很多人適合啊 為什麼一定要玩呢 可能我樣子比較像 但是我表演起來可能 還是要 你意思都是真的 為什麼這麼說 你說他一直都是 其實他個性就是這樣 他其實很像班長 對他小朋友啊 什麼跳繩啊 一次要跳 快下來 就不要再講 哈哈 可是 可是桃哥對你來說 會不會比較有一些障礙呢 譬如說你之前 你之前唱劇照片 你都是呼風喚雨 綠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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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次變成新聞哥 要來命令你 不會耶 其實我一直滿期待的 改變 很享受被命令的感覺 對對對 唉唷 所以在劇中就可以看到兩位 這個角色有點跟以前不太一樣的地方 不換 對不對 但是到底怎麼樣我們是真的不能講 拭目以待 對拭目以待 除了科幻 特技 爆破 還有 親情 感情 愛情 這些錯綜複雜的 這些線 那麼 到最後呢 怎麼串起來呢 說實在 我們也不太清楚 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時常在跟導演在打壓力 我們都在猜 我說 這個 這個人跟這個人是什麼關係 這個人到最後會跟他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大家也在現場 我們是一邊拍 一邊猜 然後一邊演 然後但是呢 在演的時候又不能超出這個邏輯範圍 所以 是蠻特別的 在我 從運以來是蠻特別的一部戲 我覺得是 不只讓觀眾燒腦 演員也非常的燒腦 這次我已經在三位 我硬底子資深演員了 如果 需要什麼 跟導演講